布施者,受施者,布施物之三方面,皆因原生,則皆當體是空,故形為三輪體空 為甚麼用卵來比喻呢?因卵之為物,回轉不停,由他為卵所展,便破壞無存 以欲因果果因,更跌掩辨,爭無休息,且以欲財師破慳貪,無謂師破苦惱,法師則能開政治破三仗 法法莫因緣所生,故福德是緣生,布施亦是緣生,然則福德之恩緣為布施,布施之恩緣是甚麼呢?是發心 發心少,則布施少,福德亦少,發心大,則布施大,福德亦大 是,看看今集究竟福德大不大 是甚麼來的 誰是大爺 心有所住,則有所束,無住則無拘束,無範圍,故大也 歡迎來到今集《港萬咬者邦》的第一次 嘩,分了幾宗,騙了我,是甚麼來的 神經,我們平常都說四十多分鐘,分幾宗算得是甚麼呢? 我剛才提到的這一段,其實呢 是甚麼窩倫那些東西來的? 就是,銀行那些 窩倫體空 其實剛剛這段,窩倫你怎麼看的? 是呀,就是關於這個三輪體空 為甚麼今集會這麼佛的呢? 有閒機的一集 即是有三隻窩倫是體空的 所以要沽空的 看看沽不沽空 是呀,今集其實我們主要是說佛圓,佛仔 看看今集我們佛得厲害不厲害 動漫廢物,何時會突然會說佛理 我們今集是 今集叫動漫切誤 今集叫I佛理 我佛理 我佛理 看看今集我們講的書究竟福得大不大 或者福得厲害不厲害 看看跟廣漫的緣份好味 要介不介 在在此之前 貧僧法號萬猶 沒有者 我是 布斯迪 我這個新法號計筆殺之後 我是筆捨 信中活日浪 今集我們在這裏 講一些很佛的事 為甚麼這麼說呢? 有一本書我們佛了很多期 由頭佛都落尾 越佛越大力 由第一集開始佛到第二集的第48集 有正果 真的佛到佛力 有正果 我有個朋友 他告訴我 他一直都很支持玉姬 他連春秋箭堂都會買 他連春秋箭堂都會買 他是不是很喜歡玉姬 那種佛源 直接給阿郎重心 買一手 買一手 當然不是 春秋箭堂都買了一手 對 就是很愛玉姬的出品 對 深深的愛上 那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大師 他經過了這一段日子裡 他覺得他受不了鬼才先生 那跟春秋箭堂有甚麼關係呢? 我想問一下為何你今天叫不捨 不捨? 因為我沒辦法領悟寫這個歌 我理解的就是你的族名 還沒進入空門前 你的名字叫韋雄 那韋雄沒有了這件事 那你的法語應該叫筆舉 筆舉 筆舉就是比筆殺武功更加高的 總極的人 其實第八重人的續集應該會寫這個人 筆舉 那究竟他的腹份為何突然結束呢? 他都是覺得很難接受裡面的 有時看幾期但是 他捨棄不到 他覺得自己付出了十四元 但他看了些不知甚麼 就算看春秋箭堂你 你不喜歡看春秋箭堂你都可以看小蛇王 即是否做不到這個不執著功德 對 還有他也有點不滿意 就是他有幾期他還沒看到小文老師那些稿 很久沒有了 對 他覺得算了 好頭好尾就看了第二輯 但是他不會再看火雲邪神傳 其實我們今天講到這麼遠 其實我們現在第一節想講的就是這個黃蜂雷轉二 因為第四十八期 這個無界空間最終章就是第二輯完 那麼久前了一年多 即是一百零八期 連同第一輯 終於黃蜂雷 黃蜂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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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到結束了 那麼大家總體有甚麼comment 不如先講講講今集 先講講內容 對 今集的內容呢 就是講到這個 不知為何很快將節奏 最後推進到來由這個 凶鵝對黃蜂雷 那就不是凶鵝的傳人 對暗黑達摩的傳人 其實他們現在自己都當了 因為凶鵝本身就是達摩傳人 對 而暗黑黃蜂雷其實就是暗黑達摩 他都當了是暗黑達摩的傳人 對 將黃蜂雷打爆了金鐘 用第四破金鐘 打爆了金鐘 誰不知他就出逆根經一間戰文 反擊黃蜂雷 黃蜂雷突然中了這個還龍魔王 黃蜂雷或鳳凰幻魔拳 就遇到一個疑似 類似白仇的樣子的胡琴 哈哈哈哈 就過著很幸福的生活 那麼 白胡琴呢 當然就是想想他 想想他 哄他上床 誰不知 黃蜂雷發現 原來這個是白仇假版的 偽娘 所以就 反他枱了 在現實就借故說 連續用這個暗黑冰火 一二三四五重天 連到最後沒有影殘留 就打這個空鵝 空鵝就運用這個洗水經 再配合 就用這個 就遇上黃蜂雷突然間 在夢境因為親手殺了這個白仇 所以就 對悟了這個暗黑冰火 第六重天 就是用這個 結果就是這個空鵝 對這個暗黑黃蜂雷 最後也是 黃蜂雷 稍稍地 用這個無解空間 就是第六重天 打贏這個空鵝 空鵝就出現這個禁招 禁招是一個人樣 真正的彈魔 就叫禁招 禁招 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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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醒 黃蜂雷一夜 於是就講了一大段 跟空鵝說 其實究竟 整個局都是一個佈局 只是一個考驗而已 他追尋了那麼久的所謂 少林第五大神功 今早 彈魔就講了一大段 寫 是沒有執著 沒有厭惡 平等對待人或是 布施時不執著功德 三輪體空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段 是寫 把慈悲起寫的功德 通通寫掉 不執著那才是寫 寫是行久忍耐又有恩慈 不張狂 不自誇 不疾道 不在修的事 不計較別人的愛 不計較別人的愛 後面忘記了 我講了一大段 關於寫的道理 到最後 他講了我不知道是讀者的心聲 還是他認為讀者會說這句話 對黃蜂雷 我又是貫至了者的字 寫 結果 基本上 黃蜂雷轉義 之前講了一大段 全部都是講到這裡 去到第21頁 基本上已經講完了 然後 就跳下去 基本上你可以當作是火雲邪神傳的罪章 這裡就不講 等一下你們想講的 應該就是 講這個白年教 韓國總統 朴崔真善 跟日本的神武天王簽訂了獨島協議 不知道為什麼 東方無敵就要離開韓國 我忘記了 可能他前面有說 他要離開韓國 就進軍中國 未事成未前 即是未事成之前 先乾杯 對 先乾杯 能夠起步都是好事 是不是 起鬧 進軍是一個很難的方案 或者計劃 進軍的方案 是不是假民主 假普選 也好 可能他假進軍 但最終起鬧 其實是原地踏步 能夠起鬧 都是好事 而黃鋒雷沒有死 中間出現了很多賭球的事件 不是賭拳的事件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這群人打了什麼 到最後 以一碗冰凍的面 即是冷面 就完結了第二輯 即是第二輯 其實是未完的 還說一切玩看 黃鋒雷三 而結局呢 就有點像電影中的功夫 的結局 就是有一個傻奸奸的人 去問 昆條小妹問他 街邊四大神功 你想喜歡哪一樣 包括有煎養三寶 椒鹽魷魚酥 咖哩魚蛋 和豬肉蘿 全部都撕了上面那一節 那怎麼教啊 只剩下半本教科書 那只教咖哩不教魚蛋 教蘿蔔就不教豬紅 教椒鹽就不教魷魚酥 教煎釀就不教三寶 在這個烹飪時段開始之前 我想先說回這個 最後決戰的故事 嘩 真是 坤人好禁 我真是難怪 韋雄的老友 會頂他不順 你說了這麼久 是不是就是阿畢舉 是啊 即是鋪了這麼久一條線 你最後我不管你不夠時間好 想不到好 你最後就 找 直接要借老人家答摩出來過招 說其實沒有的 老點你們而已 你這樣對不得住讀者 我覺得這個情節有點像 那些什麼 有些女朋友是男朋友 明明不是幼了 但是說說自己幼了 然後試一下 這個也很小事 本來是說自己收了一塊很珍貴的膠布 這樣 最後 我發覺 喂不要啊 你困我啊 然後他跟他說 你放開一點 不要這麼執著 試一下你而已 但當初你自己說是有的 你給了一個期望給別人的 還打算看看你的創意 究竟你可以怎樣寫這個 這個少林隱藏的第五大神功呢 就是對於你的創作有期望的人 這次真的打得很金 喂 要寫嘛 現在 你不應該不寫得那十四元的 真的不妨不寫 就是所有 《玉記》啊 《黃蜂雷》啊 《李宗興》的支持者 都要決定寫 這樣搞不好 假設 假設你有買這本書 當然 我有買所以我可以 我看通了他這句說話 是說什麼 第十一頁裡面介紹寫的定義 我和詩迪 轉言了 寫 寫 寫事沒有執著 那你們為什麼要執著 究竟他和龍虎們 是不是破壞了那個平衡呢 他是否真的可以和龍虎們接軌呢 是不需要執著的 沒有厭惡 那你為什麼要罵他呢 你不應該討厭他的 你不應該討厭他的 平等對待人或事 對不對 就是如果津洲智龍你也看 絕大英雄你也看 絕大雙嬌你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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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連十五少的書都看 那你應該平等對待他 這本書 報師時不執著功德 買這十四元書 你當是報師就可以了 你當自己是肥牛牛報師就可以了 三輪體空是寫 包括我們剛才的這個報師者 壽司者 不知道誰在吃壽司 就是一隻肥牛牛 另外一隻壽司 還有這一件叫報師物 就是我們給了十四元 都是寫 把慈悲起寫的功德通通寫掉 沒有所謂的不執著 這些才叫寫 你不要太執著 不用說了 港漫學者幫你執著就行了 不用說了 你明白 其實他就想告訴你 更多傳統的港漫學者明白 十年前已經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現在的書 由二十幾萬可以買到只剩幾萬 現在寫了 真的寫了 是不是大家想看到這個局面 我想問一下那些港漫製作人 我想說的其實就是 整本書也是那句 我懷疑是因為 其實寫到後尾 沒什麼心機的 你看一下那些畫 其實沒有問題的 Keep on 也是在這裏 那固然 我都覺得 中間抽走了些人 我看了一些畫 尤其是 在幫忙做 勾頭那邊 因為你看回 如果有細心留意 你是感覺多了阿權的東西 當然 前段有阿勝在幫忙 分擔一部分的稿件 到後來 周勝去了這個龍虎門 那些畫是明顯有轉變的 不說很壞 因為我反而覺得 我喜歡看的是 不同人用不同畫風去寫不同的龍虎門故事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反而千篇一律 因為每個人都是那種肉 是我反而不喜歡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 其實畫沒問題 故事最大的問題就是 前段好像阿狼那樣說 你鋪了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準備 那種感覺就是 但這件事 最少我自己覺得 我constant的就是 當我認為 當年的Slam Dunk 是這個 就是鄭尚弘出賣我 我合理地期待 因為他將來 將來去到 對這個名憑工業 打這個心寵寬 他有了 伏線的 但是 他不給我 所以我覺得 他是出賣了 那我覺得 我對黃鋒雷轉的 評價是一樣的 就是 其實他沒有 圓滿到他 原本自己的 故事的想法 因為原本 你應該就是要 之前也有了 那些印象 金鵬對黃鋒雷 然後他們兩個是 打摩的傳人 暗黑打摩的傳人 然後這個 暗黑冰火七重天 諸如此類 應該都去了 那你應該要 有這些東西在 而不是單單說一句 不如黃鋒雷轉三 我們再交代 因為這裡不是這樣 就是 你應該是已經鋪了 有了準備 是啊 還有因為 原本 之前說過 其實你整體的走線 都是有點亂 因為我不知道 你想去哪裏 結果你現在這樣修復 我不可以說你不行的 因為你原本是沒有線的 你隨時 原本是無線 原本是無線 WiFi 原本是無線 無線 那無線我就看不到世界盃 現在說 我們不打擾了 突然繞斬斬 那也沒有問題 結果 我不能夠說 這個佈局 是他有 範駁位 但是他是不好 但是去到這裡 我也有些疑問 例如現在 其實他只是出到第六重天 是啊 已經逼迫到四大神功 空我那邊一樣 空我那邊應該是出第五大神功 而 風倫這邊就是出第七重天 兩樣都是沒有了 是啊 然後最後一個 講一下道理就可以解決了 當初就不需要決戰了 當初應該是天下最強的佛經 或者是社工的大會 人者無敵 這些 無敵是愛 最喜歡 我也想順便回應 萬機剛才用Slamdown的比喻 可能他覺得是出賣 但是起碼 他 他埋美得來 是有交代所有事件 譬如黃鋒雷之前 他在第二輯 玩得很大堆頭 龍虎三皇 幾其影都沒有了 其他有參與的人 究竟他們是用什麼角色 身份 或者態度去退場 完全沒有交代 還有之前 雖然我不太喜歡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為黃鋒雷交分 就是金羅漢那一段 也是完全沒有交代 連影都沒有 會不會實在太離譜呢 這些寫法 有一點點感覺 簡直是爛尾 其實這些是龐之夜 很老實 我比較擔心 是絕世武功的最強大戰 是沒有了 這個由兇我舉辦的絕世之戰 好像八萬五 不提 就沒有了 即突然兇我自己就走出來 又轉了 變了做這個 達摩 正邪 即是主辦單位變成參賽者 正邪達摩 正邪達摩的全人之戰 甚至這個全人之戰 都叫做爛尾 還有之前說的他的全人 是有兩個的 然後那兩個都沒有影 變得他自己要揹回票 其實由達摩自己走出來 或者兇我自己走出來打 本身已經是不理想的了 因為這裡最有趣的地方 或者最搞笑的地方 就是 原本你就是想做 最強武功的比拼 最強武功的比拼 其實很困難 因為你涉及耐力 你像現在這樣 你一個人 因為你有渾身三百年的功力 結果三大教主 怎麼打都不夠你打 變成小丑 結果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就變成 只要有最強的耐力 你有三四五百年的耐力 其實你用童子宮 你能打得贏 那時候就是靠童子宮 千年一射 堆壞天下無敵 硬射啊 但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最初要找 這個四大神功 或者最強武功 因為這件事在你後面的故事裡 是用不著 而如果 好像現在的故事這樣推 你都試不到哪一招才是最強武功的 因為你用哪一招 都能打得贏其他人的 因為你的功力太強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這裏就是范博偉 跟他當初所定立的框架 完全違背 或者他想隱瞞 用一些很爆的 擊擊畫面 一些大家的美術效果 去移了大家的視線 打得清楚就算了 其他事情不要管 我覺得真的接受不到 例如我們打遊戲 打遊戲 打格鬥遊戲 都經常會說 平衡度好不好 因為 打格鬥遊戲 以前 二代Street Fighter 一定用軍腦 因為他太強了 因為他遠攻又有 近打又有 判定範圍又大 對,對空又有 隔空遠程的飛行道具又有 基本上都會贏了 除非有些內功 譬如五月 阿文這些內功很深厚的人 才能打得贏我 否則他會用小丑都打得贏 否則基本上 差不多的人都會贏 你現在就是找一個突然很強的人出來打 你這樣判定不到哪一個厲害 因為你那個人贏了 然後去到跟你那個故事拉 又拉不上其他關係 我覺得 去到後面 已經失去了張法的一個設計 繼續支持下去的 只是純粹可能因為 製作團隊的美術效果 或者個別人物的魅力 甚至乎程義傑所導致的 不是吧,我覺得是慣性購買 都是啊,其中一個挺重要的 就好像筆… 筆寫的朋友 我覺得好頭好味的都買尾尾尾 我反而這樣說 剛才阿郎有提到 可能是因為一兩個個別角色的魅力 令到你更可以買 我會想說 如果第一輯 我還是有理由說服我自己 去到第二輯的 從前中段開始,我會覺得兩個理由 一就是慣性購買,而我支持他的美術團隊 所以繼續購買 三當然都因為有做節目的理由 會不會是無可選擇? 那不是,星期五也有兩本好書 《童人》和《天子》 我是需要四本書去消磨的時間 那就無可選擇 另外就是,第一輯有什麼人好呢? 第一輯我覺得《東方無敵》 將他的改變變成類疑似人狼的造型 某個意義上是添加了《東方無敵》 一種新的魅力 如果他還用那種百年教 在宫內的裝束,我只會當他是戒子 但現在我的確覺得《東方無敵》 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似乎一個現代企業或者宗教團體的CEO 雖然他都一樣是做了一些奸資的行為 例如坐上飛機頂上用電腦 諸如此類 或者是無緣無故用潛艇 你就是要把潛艇浮在水面 等你站在潛艇的頂上 但無論如何,我會覺得這些是太濕碎的挑剔 我就不太常說了 他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令到我覺得《黃鋒雷1》是吸引的 另外《黃鋒雷1》本身自己的海虎化 都是令到我覺得可以是一個魅力所在 金羅漢的戰狂化 都是魅力所在 但到了第二輯,《若干夜》都好像沒有了 劇味少了 你說打就跟前面差不多 因為都是那些打 但真的沒有了復仇 連主線都沒有了 《劍妖》第一輯很重要 但第二輯,我們應該要向哪個方向走呢? 起一撈之後,應該要怎樣走呢? 究竟怎樣才是終點呢? 其實我是不知道的 他第一輯如果是用仇去做主線的話 第二輯應該是用情的 但這個就寫到後段經驗完全沒有了 譬如,以前兵姿提過 究竟他自身 即是黃鋒雷自身 既然開始有這個魔鬼在裡面 他跟劍妖自己的掙扎其實還未完 在自身裡面自己鬥 第二就是蔡林 他怎樣跟這個小妹妹 在這一段裡面 蔡林多些發揮表達他自己的感情 但黃鋒雷是沒有的 沒有交氣給別人 即是,他一往情深對胡琴 但不代表他要面對怎樣處理蔡林這個動作 還有一個人大家記不記得 他為什麼會叫黃鋒雷做小哥哥 就是因為還有一個大哥哥 那個古堂 去了哪裡呢? 曾經開頭的時候鋪過一點點 但是又沒有影響 他好像是軍方的人 原本應該鋪他 去一下去一下不知道去了哪裡 可能那個人去南非 為了看球 跟高可靈一樣走 去一下不知去了哪裡 古堂 這些都是 似乎是沒有 好好仔細去想 其實不用多的 去到黃鋒雷二其實不用人多 空我一個 黃鋒雷自身那個對決 初初我們以為還有古堂 可能就是出來跟黃鋒雷爭蔡林 會不會呢? 然後東方無敵 你將他聚焦回韓國 OK的了 那你最多就是加上 可能現在馬後炮講 會不會加 金羅漢、朴自然 還有為了這本書 而特意出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 好像Aaron那個 黃虎海 黃虎海 其實不用多的 就是把這六七個人混在一起 其實已經很六七下 就不用太複雜的 現在這樣就太混亂了 反而就變成沒有了主線 就是搞到他第三輯 究竟他們自己還有沒有氣出 夠不夠膽出呢?都成問題 寫到這麼一台 生出主要是說那本冷面 哈哈 妙手小廚師 變成 對 我覺得這個是問題 如果說他 很多人就覺得 李中興很多爆點 很喜歡搞Gimmick來的 那這個結局 最後這一期 都未免其實是 有少少偉的招牌 如果他是想利用完 為什麼不學 就是你用了這麼多肥良元素 你不學人 或者當年天下風雲 最後一集 你就做過兩個版本 因為你這麼多東西未交代 其實足以去做 甚至做得比他們更好的 如果第二個版本 就是那條小妹 抓住達摩 就跟她說 你有四本神功 你要學哪一樣 達摩 就說我要學這個冰火得重 他可以用兩個版本 譬如一本就是主要寫一些 譬如 剛才 萬機所說的 東方無敵 那個新計劃 可能是 火人蛇神外傳 另一個版本 就是寫一些人的情 譬如 臨美 和黃鋒雷 又好像有機會踏上 就是他們那些亂七八糟的關係 一本是寫打 一本寫情文 就是剛好可以出兩個版本 我就覺得這樣 第一 這本本身是周刊 如果你要他一個星期畫兩本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牛腦的團隊 加幾頁而已 沒有說兩本完全一樣 第二 第二 這本書的編劇是誰 李鍾興 李鍾興現在處於一個什麼環境 就是 他做什麼都錯的 他和曾蔭權差不多 你試下叫他出兩個版本 不是 就是賺給他在網上 又被人搶 不是 其實他現在已經 有什麼所謂的 對他來說 銷量才是王道 不是 我覺得是 他根本就還沒完 不應該分兩個結局 而是應該要多寫一期 他有太多空間 他應該要多寫五十期 以他現在的報局 我想說李鍾興已經在做兩本書 因為火雲邪神已經開始了 所以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優遇 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還有我想說 他的招牌沒有爛到 他的招牌很完整地保存在 因為他從來他的書 都沒有完整 這本 這樣的原法 就是告訴你 我從來都不會給他結局的 雖然就算是最後一期 我也不會給他結局 例如呢 超爆 十八六圈 很圓滿 有多圓滿 不 他 爛尾的率 沒有龍少爺那麼高 其實比較了 差不多 沒什麼大分別 但最後一期 就算寫到這樣 都沒什麼驚喜 就是被人感覺 好像是開頭所說的 是頹著下去 那很難再 對你下一輯 有什麼期望 就是自己浪費了 賣不到那個美美 那 但是 糟了 阿北捨大師就說 他的朋友 不買 對呀 他想怎樣 他啊 他看他平時光顧 開那個報攤 阿嬸幫不幫 你喜歡 你的朋友寫得這麼缺絕 人家 但如果他下一輯 他洗心革面 他說下一輯回歸回正常 因為寫了 不寫異能 那你的朋友會不會又轉態 好像某些黨派一樣 到時候才算 他也是看過報攤的阿嬸 即是報攤的阿嬸 都曾經幫過阿皮導師去求情 雖然都是 求不求到先 求不到還是失敗 即是 案例就是求不到情 真的 看看這次行不行 如果他要再寫第三輯的話 我覺得真的要有些翻天覆地的轉變 才有機會吸引回讀者 不要過那麼遠 講一下火雲邪神傳 大家有什麼期望 講火雲邪神傳之前 要先講回東方無敵 即是他今期尾跟總統崔小姐 大家協議好 其實原來也是兩個合計 因為東方無敵一早就想好 如何進軍大中華市場 跟現在很多歐美企業一樣 但奇怪 東方無敵他從來是強調自己是中國人 百年交又是原出於中國 那進什麼軍呢 應該是回歸 是不是他們忘記了他的身份呢 可能八年教真的由韓國人所創 又來近年很流行那一套 可能是大長金 所有資源都是韓國人 其實原組的教主就是大長金 生命之源都是高例的 八年教第一任教主就是東方長金 當年就本來是一個正當的教派伊人 誰知道後來就被子孫倒入這個邪道 做了一些語言畫重的教派 即是不只是韓林兒是女教主 其實八年教一向都是 本身就是一個女人的組織 原來是鵝味 難怪東方無敵都是不行的 就是半個女人才可以做這個 他都寫了一些 那下一輯應該會講出另類的韓國士 即是火云邪神去追求東方無敵 其實我最主要是不明白他為什麼 他這麼早乾杯 以一個東方無敵來那麼謹慎的人 基本上他連罵都還沒起 還在韓國境內跟總統聊天的時候 就已經要慶祝進軍中國 他好像坐定粒鹿去到人家一定會進軍 乾杯這些東西其實... 我們平時吃飯起菜都乾杯的 其實很普通而已 但他講到正式進軍嘛 通常的CEO都是這樣 很有vision 電腦就砌個電子出來 但是他下一輯是火人邪神 為什麼這一集的尾巴完全連火人邪神的影子都沒有 神秘一點 連面具都不見了 可能最後一輯都沒有火人邪神 他就去找無間羅薩的面具 應該會不會後 其實沒有說什麼的 你想一下蒲大城樹的那裡有看過約翰 約翰也不是經常出來的 但他是主角之一 他和天媽是雙主角 下一輯會不會火人 好像變成了二十世紀少賢的朋友 永遠都不知道他 套著一塊布在街上真的走 有幾個帶面具的在那裡模型 原來那個無間羅薩就是有一隻眼 有一隻眼 有一隻眼包著 因為那一次赤鑪 Internet 在尾巴怎麼樣 他們可能 وہ還給它 König 寫書是超霸的或者街霸4 街霸3 街霸3 könnten蘇 stream 那時候在尾巴 mettre尾有個賤封 黑串 記不記得外匹封嗎 但是他們現在都不懂得運用 他今期就是火人邪神做封面 不是嗎? 是火人邪神來的 戴著面具你可以說他是王虎海 沒有人知道 說不是大腸牛 但做不到這種震撼力 因為這本書本身有火人邪神 因為封面出現是不奇怪的 你應該是在故事的尾段 起碼一頁都半頁交代一下 讓人對你下一本有相關的生作有些期望 那不是吧 他現在正在用東方無敵做這件事 做過引子 又不是很大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禁止 如果我是市場市場市場 我一定會減這個人工 就這麼簡單 減誰呢? 誰就減誰 所以我對這本書暫時的期望就不高了 我就是那句 因為剛才施迪問是否慣性買消磨時間呢? 其實也是的 因為這本書是給同仁和天子早出的 他午餐就出的了 天子和同仁要大約五點多鐘 即是收工那段時間才吃 黃昏時間 對 所以就 午餐後找飯吃 就一定要揹著這本書在身上 即是下午摩摩茶 對 下午摩摩茶 而火雲邪神呢 都是兩件事 第一 勇哥 我也來買的 阿權的畫其實沒問題 我也覺得想買 那麼 我就未學到寫了 所以總管都會買回來 買其實不需要那麼多原因 買是不需要原因 支持政改是不需要原因 買才買 搞嘉年華會 不要原地踏步 對 他出了一期 我就買一期 也不原地踏步 OK 那第一節到這裡為止 好嗎 一節說一本書 今晚是黃鋒雷之事 黃鋒雷108 給他面子 今晚沒有了 以後都不能說 黃鋒雷 就是跟罪權一樣 真的 嘩 真是招不過三 第三輯 好 待會再聊 就這樣